國王石化說你們都在亂講話 還沒蓋你就這樣嚇死人 少活二三天 那我們看六青 六青開發十年 六青跟國王石化同樣都是石化業 又不是國王石化是什麼綠能產業 然後六青是石化業 所以你不能夠用六青來比你 詹長全老師已經這幾年做研究 越來越揭露出 這石化業對健康的這些影響的真相 所以這無庸置疑的 這是一定會 而且是一加一大於二 兩個石化廠在一起 它的污染是加成的 它絕對是倍數的 不是說只是一加一而已 而且到時候更慘是什麼 國王石化說那個是六青的 六青的說那是國王石化害的 兩個牽扯不清啊 因為污染物到底是誰飄出來的 你的農藝產品 到時候六青說這是國王石化 國王石化的時候那是六青的 到時候兩家 我們在地方說 你以後考沒有賠償 因為兩家互相推卸責任 這是最大危機 好在 國王石化現在對外宣稱說 我們絕對沒有破壞失地 我們沒有在國際級重要失地開發 你們都說這裡是國際級重要失地 哪有沒有公告啊 哪是重要失地 其實這一塊失地在2006評選的時候 第一次評選的時候就已經列入國際級 只是當時大臣鄉長他去營建署去開會的時候說 如果你們今天敢公告大臣失地 這個這片失地為國家 國家重要失地的話 等一下你們官員如果走出去有人流血 只能這樣我不負責任 當場威脅 營建署 營建署長當時就把他壓下來 本來要公告76處失地 就變成75處 75加1 那個加1就是未定失地 從國家級提升為國際級 所以本來應該去年2月2號就要公告了 新聞稿都發出來了 國防實話看到新聞稿 趕快寫了一封函到行政院 因為國家實地是營建署的業務 內政部營建署 國防實話開發是經濟部工業局 所以他就寫信到行政院 要行政院長出來處理 結果就要經建會的主委 打電話到營建署 去跟營建署長說 如果你敢公告的話 營建署長就不要當了就下來 結果後來營建署就完全沒有公告 本來2月2號28處新增的國家 國家收藏實地28個完全被壓下來 第一次只壓了張化海的實地 第二次壓了全部的 所以你看政治的壓力 政治的黑手 這是營建署的官員親口跟我講的 所以現場轉工沒有問題 請歡迎大家來告 為什麼第一次那個鄉長要去說 因為他們本來要規劃為大城工業區 那時候還不是國防實話 但是那時候張化先生 規劃一個大城工業區 就是讓他變成說 未來是有可能變成工業發展 所以他是反對 那一直到2008年就是那時候 決定國防實話要來彰化的時候 他們來說這個是後來變成國防實話 去行政院去要求不能夠公告 所以也就是說你考試已經第一名了 那有一個流氓要來霸凌這個學生 但是因為他是第一名的學生 所以他就跟老師講說 你不能讓他變成第一名 讓他變成最後一名 這樣子我霸凌他才不會幾幾社會公分 因為你現在如果國際級重要師弟 他要去開發這個國際級重要師弟 就好像第一名優秀學生被霸凌一樣 那現在變成說他不是師弟 他不是國際級重要師弟 所以我們反而要求說 那你既然不公告 請你公告為國際級不重要師弟 這樣大家都沒有話說 那你敢不敢這樣做 而且這一段海岸線 維持100年沒有變動 這是1904年日本人畫的台灣寶圖 後面潛色的這是線狀 這是當時日本人畫的 這是泥潭地 所以你可以看這一段海岸線 維持100年沒有變動 這西海岸非常少見 一段自然海岸 所以你看這是國防實話 對外宣稱說 這條虛線是營建署最後公告的 未定的彰化海岸國際級重要師弟 這個師弟這樣子的虛線有兩萬公頃 然後國防實話說我開發只用了兩千啊 所以我只用了十分之一的實地 你們說我們破壞實地 總共還有我用了兩千還有一萬八千多 你們怎麼說我破壞實地 我說對不起 你用掉的是最精華的河口區的實地啊 如果你往北移到張平高位區我沒有意見啊 區位的選擇我沒有意見 不是表示我同意你蓋 但是至少區位選擇你就是站在河口區最精華的位置 這裡是生產力最高 生物像養殖業最繁盛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說你只有兩千 問題是你把最重要核心的地方全部破壞掉了 而且他用的是工業區 他還沒有講工業港 他沒有說工業港也 因為工業區的確是兩千 但是另外工業港也兩千啊 所以其實整個是把整個這邊的實地全部都破壞掉 而且國防實話選擇的位置就在佐水溪口嘛 溪海岸輸沙量最大的核穿就是佐水溪 60到150百萬的沙是從中央生脈這樣衝下來的 所以你看這是衛星照片 佐水溪的沙跟水的流向是由南往北流 這邊的地勢比較高 這邊的地勢比較低 所以為什麼會在彰化形成最大片的實地朝天代 就是因為沙跟水流向是這樣子由南往北流的 而不是往南流到雲林縣 國防實話蓋在這裡 剛好把佐水溪出海的沙跟水全部都卡在佐水溪口 所以未來會造成什麼現象 你可以看到10年之後的清淤變化 你可以看到河口區累積其5公尺高的沙洲 會把佐水溪沖出來的沙子全部都積在這邊 以後的水就往兩邊流竄 而且你看隔離水道淤積 航道淤積 國防實話現在的對外學生 我們每年派抽沙船去清淤 絕對不會淤積 但是如果你遇到八八風災那種 大的豪大雨 超量的水去衝出來的時候 你就看這邊會怎麼積 佐水溪的沙絕對全部都衝出來 有一個海工專家說 佐水溪的這麼複雜的疏沙 這麼複雜的地形地貌 不是我們現在人類水功智慧可以去碰一條河川 他認為這是我們完全碰不等的河川 有國防實話他認為用錢可以解決 他想說我每年就派抽沙船去清淤就好了 絕對不會淤水 所以你看這是水利署 臨近兩側 如果這邊堵塞的話 嚴重的淤水區域就在佐水溪兩岸 然後這是在環保署裡面 水功專家提出來的建議說 未來國防實話絕對會把這個 疏沙的疏水路全部堵死 然後會造成北漳化的地方 沒有因為沙原過不去了 所以北漳化那邊會侵蝕 雨林下面也會侵蝕 因為現在其實外山頂之後 都已經往內退縮了 也是因為沙原不足被六青擋住的關係 所以在風水期不要說颱風季節 只要一旦下大雨 臨近的相對 彰化雲林這兩邊一定會打岩水 所以這個國防實話也一樣聽不進去 另外 國防實話對外學生絕對不抽地下水 對不對 他說地下水是很珍貴 所以我們絕對不會造成地層下限 他的初期用水是 跟自來水公司買 對不起 彰化的自來水公司就是抽地下水 他自己不抽 但是讓自來水去抽 自來水公司去抽 然後調波農業用水 讓農民不夠水 只好農民去抽地下水 所以他對外宣稱絕對不抽地下水 對他自己不抽是別人再抽給他用 這哪門子的不用地下水 長期的用水 中期的用水還要用佐水溪燃合驗 佐水溪的水已經幾乎被 佐水溪燃合驗已經在上游已經燃掉了 他在中下游還要再看一個佐水溪燃合驗 等於是已經快要斷水 沒有水還要繼續再榨乾佐水溪的水 那等於是地下水補助也不足 這不是又間接的去使用地下水 本來已經殘留生態激流量 也不能講生態激流量 就是已經幾乎沒有水的水 要流到下游去 去補助地下水的時候 他又再攔截一次 你減少了地下水補助 同樣的也就是在使用地下水 長期用水要用大度燃合驗 一樣再攔截一個北章化的 我們看這張圖 激激燃合驗在這邊 他大概會在這裡再做一個 佐水溪燃合驗 所以你可以看這樣的一個水資源 本來佐水溪是要灌溉這個 台灣最大的糧倉 稻米生產區 豬肉 雞蛋 文革 牡蠣 蔬菜 水果 全部都是在這個佐水溪燃園 所以當六斤用水一天36萬噸的時候 幾乎是把佐水溪可用的水量 農業的水也都排擠掉了 然後一度水三塊半 原水五毛錢 你就是加了那個淨化沉澱之後的水價是三塊半 原水是五毛錢 我們民生用水一度水是十幾塊 結果他一度水竟然是三塊半 然後呢 農民沒有水只好繼續抽 然後現在地層下限就怪 你看都是農民在抽地下水 你怎麼沒有去檢討你的用水政策有問題 你在農業區這些水本來就是要灌溉這裡的農民產品了 結果現在變成灌溉工業 工業排出來的水還是有毒的水 那農民生產出來使用的水 還是至少是乾淨 可以回流到大海去 你看佐水溪的水 非常肥沃的礦物質 本來是要養佐水米的 結果現在完全沒有 吉吉拉阿燕 結果水被攔在上游 下游 寬枯 東北季風很強的時候 整個都是沙塵暴 非常嚴重 本土型的沙塵暴 好 現在國王十二又在這邊開發 左衛溪沒有水了嘛 所以他只好長期用水只用大渡蘭河葉 這叫什麼越獄淫水計畫阿 左水溪流域沒水只要淫 大渡溪無溪流域 從北上化做66公里的管線 要花六年的時間 花300億水利署先幫他做 那這筆錢怎麼要回來 所以歷史說 30年從國王十二的水費攤還回來 所以他一度水大概9塊 8塊到9塊 那你不是要跟台塑競爭嗎 你的水費水價都比人家高 那你的競爭力要到哪裡去 而且他做了300億還沒有算 一條河川自然價值的損失 你把一條河川截斷掉 那這一條河川的價值沒有算進去 而且施工的社會成本也都沒有算 他只算純粹工程成本 而且他把淡水攤截下來 這邊還是白艾屯的 活動的河口區 所以這些代價都沒有去算 然後現在國王十二對外宣稱說 因為烏溪的水很髒 是丁類水質 那我國王十二攤截下來用掉以後 還可以讓這個烏溪的水更乾淨 我還是造福 造福這個河口區 他說沒有攤下來 流到大海去很浪費很可惜 我們從小念那個什麼 國語課本不是一滴水的什麼 旅程嗎 回到大海去還是回到大自然去循環 流到大海去怎麼會浪費 國王十二用才是浪費 所以這是在中部 一高二高的交匯地方 這邊要蓋一個大渡染河宴 所以到時候水又被擠在這邊 下游又乾掉了 現在已經有一點沙塵暴的現象 未來一定是更嚴重 那現在國王十二所依賴的大渡染河宴 現在連二階環品都還沒有進去審查 那國王十二怎麼可以過關 現在環保署大概在五月希望 國王十二可以過 問題是國王十二未來的大渡染河宴 到現在二階環品都還沒有一撇 連初審會都還沒有開始審 那這樣怎麼辦 如果跟國王十二拖個半年一年以上 審二階的話 那國王十二至少也要等 大渡染河宴環品通過了 國王十二環品才可以通過 如果國王十二早於大渡染河宴通過 表示大渡染河宴必過啊 對不對 不然國王十二怎麼辦 這是一堆荒謬的事情都連在一起 所以整個計畫就是榨乾 我們中部的水資源至少每天要少掉 一百萬噸的淡水 去供應這些中科三期四期 包括還有國王十化等等這些 所以整個河口的生態積流量會減少 污染會增加 因為稀釋的能力下降 因為淡水都被攔截走了 所以沿海的養分會變少 污染增加 整個沿海的生態跟漁業都會受到更大的影響 而且未來氣候變遷這麼劇烈之下 水資源跟農業生產才是最重要的保命的根本 我們的糧食自給率只有三成 政府不擔心 卻擔心乙烯自給率不到七成 這不是很荒謬嗎 難道以後我們都要吃乙烯 好